最近呢老花姨在卖一些梅花 很多的醋宝说老花姨梅花怎么养 其实梅兰族局它梅花 作为四君子之首 它是最皮实好养的 除了辣梅之外 其他的梅花基本上在南方都能做到复花 有的话说为什么 这个我就养的不开花 你一定要明白它喜欢光照 很多醋宝他问到的这个问题呢 都是很无解的 它基本上在屋里边 它买回去 你不论是有没有光照的条件下 只要是温度合适 它就会开花 你不论是我们家卖的绿鳄梅 黄麦素心辣梅 包括这些个龙油梅 它都是你只要温度达到了就能开花 有的话说老花姨我都能养开花 为什么我养不好 那因为它之所以能开花 是在我们这个室外 或者是在我们棚里面 不管是什么环境 它已经孕育好花苞了 就你回去以后就热热就可以吃了 就跟鱼子菜一个道理 就回去以后你就可以开花了 但是你等它开花之后 很多花肉就迷茫了 就不知道怎么养了 光照 施肥 你一定要跟上 就是你光照尽可能的要给它好 前期这段时间 你家里边温度合适 开花的那一段时间呢 可以不用晒太阳 但是花败了之后一定要晒太阳 这个是必须的 再一个事呢 就问到换不换盆这个问题了 换不换盆呢 大家要观察哪里呢 观察这个 咱们随便拿一棵花起来吧 这个有昨天打开的 对吧 它对土制的要求并不高 你可以用泥土和沙土 你看根系都已经长满了 而且我们基本上每一棵都是养了两三年以上 这种的都是五年左右的了 所以说你一定要明白这个点是可以换盆的 换盆的话对土制的要求并不高 但是对光照的要求要高 浇水在一块呢 你摸一摸盆土不干的话 你尽量别浇 一般像这种换盆盆的话 你就算夏天的话 估计也就三四天浇一次 也就那个样子了 就尽可能的给出光照 开完花记得四上肥 它并不怕冷 大多数的梅花在零下十度以上都没问题 部分的呢 像蜡梅这种零下二三十度都没问题的 除了蜡梅 你们必延住就行了 全国各地都可以实现开花 好吧 所以说你要明白这个点 就光照这一块 开花的时候不用晒 开完花一定要记得晒光 一定要给它换盆啊 吃肥啊都跟上 简单的给大家说了 说梅花的一个养护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我是老花椰 养花这张椰白了 说吧